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并极力地争取联合国辖下的各大组织要职 自由财经引述蓬勃报道 联合国治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总干事一直引发各国争抢 目前已经有10人在竞争 其中也包括中国籍的现任副总干事王斌颖 据了解 作为标准制定者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手握价值数全亿美元的商业机密 该组织设有专利权机制 各国企业可以借此来确认 自己的专利权跟别人有没有冲突 美国担心 一旦中国掌握了该组织的大位 可能会透过专利权机制来窃密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去年美国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秘书长 一职的竞争上 出乎意料地支持一位乔治亚籍的候选人 使得中国籍的驱动欲击败法国对手 结掌农业重要组织 让美国悔恨不已 而这一次美国也学乖了 除了积极支持新加坡籍的知识产权政策司司长郑鸿燊之外 之后更将邀及各国来讨论此事 力求避免让一个被指控盗窃技术的国家 来掌控制定国际知识产权规范的机构 近年来中国积极近战各大国际组织 来扩展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这一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WHO大力的护航中国 这一切都是因为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出生自伊索比亚 而中国力退的一带一路 深入该国兴建大量的基础设施 对此资深传媒人潘小涛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写道 这就是中共近年来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污吏 派人加入权威国际组织的原因 这些被中国把持的国际组织 不仅替北京争取利益 关键时刻还要为北京来发声 唱好中共的制度 得到这些国际组织的赞许 对于挽救中共政权合法性有一定的作用 尽管这些组织的信誉会受损 但对于中共来说并没有差别 因为一旦这些机构失去了利用价值 自然会被抛弃 他们会再转身再找其他的机会来控制其他的国际机构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冲击中国经济 尽管北京一个月前才跟美国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承诺要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 但随之而来的疫情发展 却让外界质疑 协议会不会也跟着受到冲击 对此路透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 曾经跟美国总统川普通话 根据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的透露 习近平在跟川普的电话当中表示 购买美国商品的速度可能会慢一点 但到今年底跟明年 一定会完成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目标 终将会实现 但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中国智库金融40人论坛 中国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徐奇渊 17号发表文章指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 北京当局不应该打中脸充胖子 而是应该向美国提出要求 适当地推迟实现协议的采购计划 根据了解 协议当中有一项条文表明 如果因为自然灾害或者是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 导致一方延误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双方应该要进行磋商 许奇渊认为在美国跟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 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 便已经触发了该条款 另外他也建议在讨论美中是否该推迟旅行购买协议磋商时 中国也可以优先考虑购买美国的医疗产品 美国前后任总统大打笔赚 自由时报报导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7号 为了纪念他在11年前签署的2009年经济刺激计计划 在推特发文 他在贴文当中说到 他在11年前美国接近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边缘时 签署了经济复苏法案 为美国历史上超过10年的经济发展跟工作数量增加 来铺平了道路 并随文附上当年他签署法案的照片 对此美国现任总统川普相当的不给面子 在推特上发文以嘲讽的口吻来询问大家 有没有听说奥巴马最新的谎言 他说奥巴马现在想要将他治下出现的经济繁荣归功到自己身上 并批评奥巴马对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力度 仍然是史上最弱 还抱怨似的说 自己不得不重建被奥巴马政府几乎耗尽的军队 吹捧美国在他的领导之下 美联储升息税率大幅的降低 繁琐的法规也大幅的减少 他还说如果民主党人在2016年赢了大选 美国今天可能会出现更大的经济萧条 他还在文章的最后高呼 最好的时代即将到来 他将让美国继续伟大 苹果公司17号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导致中国生产放缓以及需求下降 公司预计无法实现三月份当今的营收预期 美国之音报道 该公司表示 之所以做出上述预期是基于两点的原因 第一是全球iPhone供应将会暂时受到限制 虽然中国各地开始复工 但恢复到常态的速度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来得慢 而iPhone的供应短缺也将会暂时影响其全球收入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 中国国内对于苹果产品的需求受到了影响 苹果公司关闭了大多数的门市 仍然营业的店家也减少了营业时间 使得客流量减少 从而影响了产品在中国的需求 但苹果公司也表示 他们正逐步地重开零售店 并将继续以尽可能稳定跟安全的方式来重新开放 苹果在此之前曾经预计 截至三月份的第二财季营收 将会在630亿美元到670亿美元之间 但现在该公司表示 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 他可能连预测范围的低标都达不到 吉尔吉斯一项将近3亿美元的中国投资 在17号宣布告吹 因为这个预计在吉尔吉斯偏远山区建造的贸易以及物流中心 遭到当地居民的抗议 德国之声报道 吉尔吉斯中部纳林地区的一名远警发言人说 当地有一千多名抗争者来参与示威 当地媒体报道显示 抗议者高举标语 写着我们不会把吉尔吉斯的土地交给中国 也有抗议者起码挥舞吉尔吉斯的国旗 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府代表告诉法新社 有传言指出 抗议者是被谣言所误导的 才会以为负责建设的吉尔吉斯跟中国合资公司 在建设完成之后会占用而非租用该建地 但一位抗议者告诉法新社 如果当局在3月1号之前不取消该专案的话 抗议者将会采取实际的动作 对此负责兴建的公司表示 要在部分当地居民的反对下推进工程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团队被迫做出了停止专案的决定 根据了解 这一项接近3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是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时确定的 中国承诺要在经济区内建设小商店跟工厂 这一项计划已经正式注册为吉尔吉斯中国自由经济区 也声称该专案在投入运营时将会雇用15000名员工 然而中国投资跟吉尔吉斯当地居民的冲突不断 去年8月吉尔吉斯村民跟中国的雇员 在纳林一座中国拥有的矿山当中发生冲突 造成大约20人受伤 并引发了北京的外交谴责 另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 在1月17号爆发了被称为是近期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开反华抗议集会 人数达到了数千人之多 这一次吉尔吉斯反华集会的主题是要反对中国的扩张 组织者是一个名为吉尔吉斯爱国力量的社会组织 他们的主要诉求是抗议中国在吉尔吉斯的经济等各方面的扩张 抗议政府应对无力 导致吉尔吉斯对北京的拖欠贷款越来越多 在集会上多名发言者表示 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让吉尔吉斯境内的中国人离开 其中包括停发或者是限制发给中国劳工的工作许可证 加强对中资公司以及企业的检查 禁止中国人获得吉尔吉斯公民身份 不接受非法移民 并禁止吉尔吉斯女孩嫁给中国人 否则需要缴交巨额的罚款等等 类似的发言获得了参加集会的民众热烈反应跟支持 集会结束之后还有数十名抗议者开始游行 向总统以及议会的所在大楼前进 在这一次的反华集会当中 吉尔吉斯警方的行动也相当的耐人寻味 虽然警方向中央广场派出了数十辆大巴车 运来了数百名警察 但对于集会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干预 只有在集会结束之后 警察才开始吹哨子将参加集会的民众劝离广场 期间并未发生任何的暴力冲突 根据俄罗斯新闻社报导 实际上吉尔吉斯的反华集会浪潮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有传闻指出 吉尔吉斯因为无法偿还欠北京的贷款 可能会以领土来偿还 虽然吉尔吉斯总统之后亲自出面做出否认 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反华抗议集会显示 感到了北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吉尔吉斯民众 并未因此放下忧虑跟愤怒 而两会会将推迟 为什么要题目叫习近平难定一尊重大意志遭抵制呢 一会儿呢我们为大家揭晓答案 但是呢先来为大家介绍有关这样一个话题相关的背景资料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2月17日的报导 栗战书在全国的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7次委员会议上决定 说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 在2月24日在北京举行也就是下周一 而这次会议将主要审议什么样的内容呢 主要有三点 首先呢就是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同时割除滥生野生动物的陆席 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这样一个决定草案议案 第二点呢就是有关于推迟召开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议案 第三呢就是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那么其实我们看这三项就非常的清楚 三项话题都与现在正在不断蔓延的疫情非常相关 首先呢是有关于跟这次疫情相关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关于病毒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然还有很多的争议和不确定性 但是比较确认的就是这呢可能是与野生动物相关 而中国人呢也一直因为滥食野生动物 以及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利而备受国际诟病 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立法机会来更正这方面的法律条文 似乎看起来呢会是一个比较有益的举动 而第二点呢其实是大家最引导注意的一点 就是随着新冠疫情引发的这样的情况蔓延到全球 那么两会到底能不能在三月如期召开呢 现在这一个问题可以说是正式有了一个官方的回应 也就是在中国人大开会的同时 中国政协其实也在二月十七日开会研究了相关的议案 那么目前看起来两会都是会考虑推迟召开 其实呢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的时候 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就已经决定了 二零二零年的全国人大会议要在三月五日在北京召开 而二零二零年的全国政协会议将在三月三日在北京召开 所以说这样的日程呢 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 但是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呢 那么这样的情况也似乎是产生了一些变化 在不久前的路透社曾有报道说受到新冠肺炎引起的影响 中国正在考虑延迟召开两会 但是当时的消息是习近平本人仍然希望按照计划如期开会 但是当时中共内部有一些讨论 就是由于预期不大可能在三月就抑制疫情 所以呢北京当局也在讨论一系列的方案 其中就包括到底是不是考虑延期会议 那么中国的两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会议啊 目前看起来呢 中国的这个人大代表与全国的政协委员一共是有五千一百三十八人 所以整个代表团的规模就是相当强大的了 同时还要算上列席的人员 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采访两会的中外媒体记者 所以总人数开会这样涉及的总人数规模会过万 这样庞大的一个人群连续两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 同时呢再加上往来的交通和住宿安排 那么想必是会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压力的 而如果这个人群中只要存在着一个感染源 那么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想必呢这也是当局考虑延期召开两会的重要原因 而同时我们知道啊 这个全国的人大代表还有全国的政协委员 他们呢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各级的政府官员 同时呢还有重要的部门和单位 比如说军事单位 比如说医疗单位 还有呢科研单位的重要的领导人士和骨干 那么现在啊这些机构和人员通常呢是在各地紧锣密布的进行有关防控疫情方面的工作 其中不少干部啊还承担着指挥领导协调统筹医疗防护 甚至呢是科研公关方面的重责 如果现在把所有这些各行业的精英骨干都让他们到北京参加两会 那么想必呢也是会对各地的防控疫情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呢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根据一九八九年出台的这个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 全国人大会议要于每年的第一季度举行 也就是必须要在一月和三月之间召开 而其实呢从一九九八年开始 全国人大会议每次都是三月五日开幕 而全国政协会议每年也都是三月三日开幕 所以这样的三月五日和三月三日这样的规矩 虽然是没有写入法律条文 但是看上去已经形成了某种规矩 在历史上的全国人大会议也曾经延期召开 但是如果我回顾历史啊 这些延期的情况呢 主要是集中在五七年至六三年这样的一个阶段 而主要是受到当时的一些政治风暴的影响 做出了延期召开 而且当时呢有关中共党内会议 包括呢是立法部门的会议的日期呢 也没有完全成型 所以当时看起来呢 延期还是有一定可以理解 或者呢是可以让人觉得是比较正常的情况的 但是自从整个生产建设进入正轨之后 或者是说在文革之后啊 就再也没有出现两会延期的状况 所以这一次延期那么显然呢 是在舆论上感觉非常的不理想啊 不是一个在这样一个稳自当先的一个舆论情况下 这显然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给人观感上很好 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想必呢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不愿意延期两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疫情当头一次一定都是稳自当先 所以现在呢看起来人大的确是要重新考虑 要不要按时召开的会这样一个决定了 而相关这次议案的审定呢 也会将在二月二十四号也就是下周一来进行 那么呢我们下一期的这个华尔街论坛啊 下周一的华尔街论坛召开的时候呢 想必就会有当时的最新消息了 那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与各位网友朋友们介绍 而同时要介绍到的就是这次人大会议啊 所决定的第三项议程就是审议人事任免这一个规定 那么目前看起来呢也是跟有关湖北当地的疫情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知道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延续之际啊 中共中央方面已经对湖北的人士进行了重要的职务调整 首先呢就是上海的袁市长英勇来接替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这样一个职务 然后呢又是济南市的市委书记王忠林来接替武汉的市委啊市委书记马国强这样的职务啊 所以民间的一直有这样的传歌啊 说叫做这个走马换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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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音 然后呢英勇就义啊就是协了这几个人的姓和名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不确定的一点 就是湖北的省长以及武汉的市长到底两个人是不是会换帅 其实呢有关于他们两个人呢到底是不是会有相关的更替 舆论呢也一直传了一段时间哦 但是目前看起来呢湖北的省长王小冬似乎呢 试图还没有受到影响 在刚刚过去的二月十三日啊英勇接替蒋超良上任湖北省委书记之后呢 王小冬就当面表示说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 并且要积极配合全力支持英勇的工作 所以目前看起来呢他呢还是比较安全 至少呢是这次问责风暴还没有捎到他本人 而英勇呢在十六日刚刚过去的这一天里 也呢与湖北的十四个市州负责人视频连线 逐一听取工作汇报 而当时呢王小冬啊湖北省长王小冬也在场 所以目前看起来呢他还是作为一个配合应勇工作的人 啊在场面上 同时呢英勇当时得表示啊 说要突出对于干部的表彰能力 同时呢要大胆使用 对玩忽职守敷衍色泽的要严肃追责追问 要在火线上考察干部 所以所谓在火线上考察干部是不是指的王小冬 这一点呢也需要达上一个问号 但是我们提到啊 关于这个王小冬的职位到底何去何从 之前一直谣言满天飞啊 那么一直有消息表示啊 说他的职务呢可能会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来接替 那我们知道目前陈一新作为这个中共防疫小组副组长啊 赴湖北主持一线工作 但这个职位呢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 目前呢的确是陈一新重回了湖北 但是重回湖北是不是要替一下王小冬 这一方面呢的确是没有更多的消息 那么不知道啊 这个为人有没有关注到现在两会议程 这个议程的可能的延期啊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补充消息 可以跟我们和观众朋友们介绍呢 我想两会这边呢 我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相关消息 不过我想另外一个话题 也许Lizzy也可以帮我们再点评一下 就是呢 就是这个求是的新的刊文章 我想你应该是关注到了 这当中呢就说 习近平他在1月7号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已经要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